我現在27歲 那現在這一場可能比我年紀還大了 應該沒有幾個吧 然後我是台中大甲人 那我常常都是自虛威 我是一個可能鄉下出生的小孩 那鄉下的地方可能也稍微不太一樣吧 就像我爸媽他們都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望子成龍 可能會覺得說 你就乖乖的就好 然後安安逸的就好 所以他們甚至我那時候 可能高中去台中市唸書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好像就在第一次遞相背景 所以我爸媽還跟我講說 我們鄉下能給的資源也不多 所以你輸了一下沒關係 然後你念書不用念多好沒關係 然後他們都是灌輸給我這個觀念 所以從小到大算是也沒有太大的壓力 不過也是照舊說 自己可能想法上面可以比較 可能思考上面可以去想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那再來的話 那高中的時候 畢業之後 那時候大概就18、19歲的時候 那時候就自己就跟朋友去單車環島 那單車環島的時候 其實有經驗的可能會覺得說 可以遇到滿多不一樣的人 那自己也可以經歷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也會覺得說原來台灣有這麼多地方 然後原來台灣有這些人 一直都等生活存在著這樣子 所以當時也會覺得說 我還滿喜歡環島的時候 聽別人講故事跟別人互動的感覺 那我覺得說這算是我後來形塑的一個價值觀 還有算是還滿最一開始的開端 就是我會覺得說 其實環島的時候 可能台灣的風景再怎麼漂亮 那我去拍下來 我會覺得我怎麼拍都拍不出那些攝影專家那麼厲害 那我會覺得說 最後我留下來的反而是 我在那個時間碰到的人 那我跟他們合照 那他們的樣子 我會覺得說 對我來講是 更印象深刻的 比起來是美景 那這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後來環島回來的時候 就剛好知道有台風要來 所以可能一天就從台北騎一騎 騎到台中的家裡 就會趕路 因為我媽就說 欸 台風要來了 你再不回來很危險之類的 那後來 一回家的時候 當然可能過一兩天 當然就很多 像這樣的一個新聞 那以前當然也沒有感覺 會覺得說 這不是好像每個夏天 每年夏天都會看到的一個新聞畫面 但是 但是我當時會覺得說 欸 怎麼畫阿蓮秀林 像那或什麼玉璃 或什麼賀鋼 我會覺得說 哇 這些地方 我都可能有去過 我會覺得說 我跟不同地方的人 或是那些地名 我都有那些畫面 那些印象 我會覺得說 好像 我這樣環一圈 好像跟這個 台灣這個社會的人 好像更貼近一點點 尤其我 這個畫面是賀鋼 賀鋼 在花檸這個部落 像我當時就是 像環島的時候 遇到大連 在那個花檸的山上 後來在那個部落停下來 那上面休息 因為外面大雷雨 然後就休息 後來就遇到很多 可能 就是有認識到那個 雜貨店裡面的阿姨 然後跟他們聊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再過幾個月就是他們 文旦的盛產季節 然後又說 他們文旦怎樣 這樣多好 就在那邊度過了美好的 可能大雷雨的午後 這樣子 所以我就印象 就他們成科 然後他們也就是說 到時候可以吃他們家的分 蛋糰之類 但是後來 颱風來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 我會覺得說 哇天啊 他們什麼 欲哭無淚什麼之類的 這些新聞畫面出來 當下覺得說 哇 就是 呃 原來我跟他們貼近 那我也感動深受 甚至有點難過 就會開始有一些反思的問題 就會開始想說 欸 人與社會有關係 然後也會開始想說 呃 其實我生活 這樣過日子 或以後我 多發達 我存多少錢 我會覺得說 欸 我死了不是什麼都沒有嗎 那我 我如果跟社會有一點關係的話 我做那些事情 會影響一些事情的話 有些互動 那其實 那些都可以 有一點留下來 我會覺得 這樣那樣的存在感 會稍微好一點 比起我 可能自顧自己過我的生活 所以我會開始有這些說 思考 我會覺得說 欸 我是不是可以 用我的能力可以做一點什麼 可以造成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我後來覺得 欸 這就還蠻不錯的 自強無形後的宅務 當然是清華大學的校學 我後來才知道 對 就是 也會希望自己可以 更好一點 然後去慢慢的去 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做一點改變這樣子 所以算是還蠻重要的一個 價值觀的一個 一個反思 所以我後來在大學的時候 後來也加進了一個 大學社長 叫Isaac 有些人可能有聽過 那當時 Isaac算是比較提倡一些交換計畫 一些交流的東西 那時候我大二的時候 那就 算是拉了一些戰術 就引進了大概十來個國際青年 那我會覺得說 有一點還蠻好 我覺得 就是這十幾個人 就感覺算是 他們來台灣 他們可能沒事做 但是你現在是 讓這十幾個年輕的 二十幾歲的人 讓他們去 可能到身上做一些 你叫他們做什麼 他們就做什麼事情 我就 我可以支配他們的 可能生活工作 什麼之類 我覺得 好像有一點小能力 可以做一點什麼 一樣的事情 那當 當時就覺得 原來我現在 如果有這個機會 後來 算是還蠻簡單的去 然後他們可以去住在 可能偏鄉的小學 那在那邊可能做一些 英文學生教育 那也做一些 聯合營隊 那之後 也是在桃園大大山上面 有聽到 當地農民 有一些可能 水米桃販售的困難 那當時 他有沒有這樣的困難 那我們就 我們這幾個 可能 可能印度的 會吉他 那我們就在一個會場 那彈吉他 我來賣水米桃 那有人會畫畫 他就畫什麼 T-shirt 然後身邊畫一點東西 那我們就這樣 那一群人就 瘋瘋癲癲的 就這樣一次性的活動 幫他們賣水米桃 那也很意外的 可能 一天就賣了十萬 那 當時就覺得 也會覺得說 就是 莫名其妙就有這樣的機緣 那聽到這些 我 我只是做一點 想法上面的改變 那 直接做出來 那後來就有得到一些效果 那 那當時 對我而言 我會覺得說 這樣的嘗試也蠻好的 那之後也當然就陸續 就是 在 後來去IC總會 可能就是 我們就 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是專門是引進 國際青年 到台灣做職工 那 第一年的時候 我跟可能 總會我伴 第一年就做了可能 教育環保 愛知宣導的一些專案 那 像這樣的一個部門 到現在好像 大概在台灣 每年應該有一千多個職工 也就是 有開始接觸一些 比較社會一體面的東西 那 也隱約一些 常常碰到 可能一些 國外朋友 那我們也一起 一起去想一些說 我可以做哪些解決方案 那 這個照片是我在 武漢的時候實習 然後我們在環保機構實習 像剛剛那個 青年大使一樣 就是 其實還蠻多機會的 像 我去那個機構實習 也是 政府當時的親服會 給我機票 然後給我吃 住啊 都不用錢 對啊 其實我會覺得說 大家有機會都可以去 其實身邊都有很多機會 只是你有沒有去注意 有沒有去抓而已 不過當時 可能我家境很普通 但是我至少 我去的時候 什麼都不用錢 但我也是 認識很多人 然後看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也做了一些 可能 小小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 當時就有這樣 這樣的一些經歷 所以我 大學畢業前 就我們老師就說 大師的時候說 你以後 要講一個自己的目標 反正叫什麼 商業英文課 然後我就上台就說 我30歲以前 想要 創立一間社會企業 那 我可能在那之前 也許 就領略不一樣的議題 背景 那連接一點經驗跟資金的話 我想要怎樣做 那 當時有加了一個小期許 那 社會企業的話 剛剛有知道說 有些人可能有聽過 他算是 可以營利也可以不營利的 的事業 那他當然 他所作所為 他建立一個商業模式 是可以 就是 算是供應性質的商業模式 那 他就是說 你知道說 一個社會議題 一個社會需求 那你可以去 讓他做一點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改變 做一點 可能正面影響力 然後讓這個議題 跟問題 慢慢的縮小 那你這樣 運行得越好 那你這個 當然就這樣的一個 社會需求 就比較少 問題就比較少一點 像是 可能 The Big Issue 街頭上面 賣雜誌的那個 單位 就是給遊民 然後去賣 販售雜誌 那一半就 變成他們的營利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 社會企業模式 所以我當時也是覺得說 我以後想要做 類似相關的事情 然後至少我可以 可能近一點 消小心力這樣子 那我後來就 當然 畢業之後當然就當兵 那當兵之後 其實當兵那時候還蠻亂的 我會覺得 因為我們還蠻緊繃的 那當時生活蠻亂的 所以 當完兵之後也沒有想太多 後來我就 我就想說 那我就去可能科技 可能去一個大公司 然後去 學一些可能 大公司在幹嘛之類的 後來我發現說 他是待遇還不錯 就是可能 公吃公住 那 午餐也公 晚餐也公 因為你可能要加班嘛 所以晚餐也公 就晚餐也不用錢 就這樣你好像 關在裡面 然後生活過得好好的 然後這樣日復一日 我當時會覺得說 像我們 公司還會什麼 有種真相 那 就上班時間 就很像好像 我現在好像生活在 很監獄啊 或是生活在一個大櫥 那裡面什麼 保健室什麼之類的 或什麼 你要什麼 買保險 在裡面全部 都會移音劇 全部都弄到好 那只要你關在裡面 好好做事就好 那我當時會覺得說 我幹嘛在這邊 日復一日做一些 其實我不知道 我的作為是能幹嘛 我做那麼多 好像也許 公司股票 可能在我們這一群員工 努力之下 股票往上飆 可是我覺得 欸 那這些也是公司的錢 又跟我無關 那公司賺不賺錢 好像也沒有怎麼樣 所以 當然 當然 這是我的價值觀 我會覺得說 我只是一個小螺絲 當時也是過得蠻悶的 後來我就走了 那走的時候 你看辦公室又是這樣 後來辦公室變這樣子 這是我在生 我後來走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之前去山上的經驗 之前再帶一些 國藝行人到山上的感覺 我會覺得說還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說 我還蠻想體驗那種生活的感覺 所以我一辭職之後 在網路上看到 欸 有那個代課老師 在偏遠的拉拉山的對面 站在那邊 就在增一個代課老師 後來就去應徵 那後來也順利上了 那上了 欸 像有人聽過Teach for Taiwan嗎 這個單位 有一定對不對 嗯 所以他們現在 這個單位也是在積極鼓勵說 就為台灣的教育做 進行進行分行 也就鼓勵年輕人 其實可以到偏鄉去當代課老師 台灣的偏鄉還蠻缺老師的 對啊 那我只是剛好 有這樣的機緣化也去了 不過Teach for Taiwan 好像是在我後面之後才成立的 我也覺得說還蠻棒的一個組織 那 後來當然就容易當地的生活 就跟小朋友混得很好 那我也盡力的 我想說 我那我當自然跟體育老師 那我們自然課 我也是想說 盡量實驗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教學 可能 可能自然課都盡量帶出去晃 那要不然的話 可能就 都不吃屋 家庭作業 就覺得 在學校開心就好 就不要壓你 可是你就是 時間也有的沒的 這樣子 對 那甚至 我當體育老師嘛 那 我就開始想說 我能做了一些事情 我把我會的全部做出來 我能做的全部做出來 那 我 我小是桌球 校隊 然後國中也有在訓練 所以我桌球還蠻厲害的 然後我們身上 小朋友只有27個小朋友 所以成立單球隊也不是 足球隊也不是 棒球隊也不是 那 我就是 算是 有一點小小的桌球 專長 後來就 訓練桌球隊 他們第一次有 桌球校隊 第一次有 體育性的校隊 那 聽說去年 我外離開 去年 桌球隊也有 第一次代表學校 可能出去比賽 這樣子 有不一樣的感覺 那 像 也第一次承判的體育競爭 來看這三個獎牌 也是我自己偷錢 自己偷錢想說 買這個獎牌 讓他們第一次感受到說 欸 什麼是金牌 銀牌 然後他們 競爭也蠻激的 就這樣他們不一樣的感覺 那射箭的話 就我那時候 看到我們學校的那個 倉庫 的那個 可能 那些弓箭啊 都灰塵 都滿滿灰塵 我就問他 那個學校的老師說 為什麼這些弓箭 都擺在這邊都沒在用 那老師只是說 之前有那個 那個學校 有一個老師 他是原住民 那他會射箭 然後當然就教小朋友 體育課的時候 叫小朋友射箭 反正老師被調走了 學校只剩下平地的老師 沒有人會射箭 所以 弓箭就一直擺在補 然後那個什麼 射箭場 全部都是打草重生 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覺得說 我身為一個體育老師 那怎麼 對啊 就那種 良心 我就覺得過衣不去 我就覺得說 我不會射箭場 我怎麼辦 我後來就把學校的弓箭 帶下山 然後就 欸 我後來 我是打算去找一個奧運國手 然後去跟他學射箭 然後就帶這把弓箭 再走走走 然後跑到台北街上 出捷運站 然後突然走一走 突然發現 警察就突然把我攔下 他說 你要幹嘛 我說 呃 沒有啊 我要去學射箭 他說 因為我 完全沒有包裝 完全沒有包 就 後面揹一個弓箭 這樣 那身上還有弓箭 對不對 我只是想說 我要把身上的弓箭 帶下來 去讓奧運國手 去說 這弓箭能怎麼教 對不對 總之 後來跟他解釋之後 他就沒事了 他後來就 好你趕快去學射箭 那當時也是覺得說 其實 就能把我能做的事情 能盡量做 盡量發揮 那之後也 就是 透過之前 的方式 可能 我自行在找案子 去找了一個 因為德國的教育 還蠻有名的 我找一個德國教育 就所畢業的一個女生 來 我們學校 可能也算是試系兩個月 然後我們一起去 穿一些比較 不一樣的一個教學方式 那左邊這個男生 是 拉丁裔的美國人 他算是我 一個朋友 叫小薇 小薇老師 他是 美國的 紐約時報 最佳命運老師 然後這是他學生 他就帶他學生 一起到我們學校 帶來一些活動 那時候感覺還蠻好 就跟 就把美國人 德國人拉來我們學校 然後我們一起 玩一些不一樣的教學方式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說 哇 還蠻開心的 就是我們 這是在派出所 我們學校的派出所 然後我在派出所裡面 大家就聚餐 大家就是 喝酒 然後有點忙 然後拉丁裔的男生說 我來教大家跳舞吧 然後我就 一群人 有德國人 有拉丁裔的 拉丁裔的 美國人 那有 原住民 那有我們像 的平地人 這樣子 就覺得說 大家一起 開戀愛心靈的在那邊 然後共存共榮的感覺 我覺得 這個花瓶就過得還蠻 蠻爽的 那這時候 結果在山上搭那一陣子 快樂的老師之後 就 山上就有一些人 就是 之前我幫另外部落 把你那邊賣成蜜桃 然後他們那些人就 就知道我回山上了 然後他們就跑過來通過講說 欸 欸 老師之前 我這幫你 那之前你也幫 幫助我們很多 然後就跟我講說 其實 我覺得 你之前幫助 對我們也是還蠻重要的 然後也還蠻需要的 那不知道你現在在這邊 能不能再 試著再幫我們做做看 那甚至可能 做得好一點這樣子 那當時 我會覺得說 我會覺得還蠻OK的 就是 連同我現在的國小部落 跟我自己幫助過的部落 把他聯合起來一起做 我會覺得說 我以前也會覺得說 我想要成立一個社會企業 就像我大事的時候這樣想 後來發現說 欸 這樣的一個社會需求 就在我不知不覺中 突然就找上我 然後去跟我講說 他有這樣的需要 那也許我 簡單的做一些小工作 也許就有一些改變 那 後來就是有這樣的社會需求 就跑出來 然後後來就聯合這兩部落 我們就開了聰明會議 那當時也會覺得說 還蠻神奇 就一群人圍著你 那 那聽你講一字一句 那 也許你可能 欸 設定了怎樣的規則 也許可以改變他了 當時也會覺得說 好像有自己說話的分量 好像 不像在科技業這麼的 維護主導 在科技業可能講了什麼 那主管怎樣怎樣 那身邊還有誰誰誰 那你講完之後 這間公司好像 能做出什麼東西 好像也不知道 但是我會覺得說 我現在在這邊 我講的每一句話 好像都影響了我身邊的 各個村民的每一個人 就會覺得說 欸好像蠻好玩的 那之後就當然就開始著手 就大家開玩村民會議 那大家就開始著手 那因為我本身 當時也沒有什麼 太多資金 那我家裡也不值家常常販 那當然就是講說 欸他們本身就有水米桃 那我們就反正賣出的百分之90 歸農民 那百分之10 就當共用金 我們的資金 就我們共同支出 然後使用 銷售出去的水米桃的百分之10 當成共用金去做支出 那當然一開始的話 一開始就需要一些錢 一些成本需要去負擔 那時候也是 算是靠之前的寄的存款 累積起來 然後先去店 反正就覺得 沒差反正就做一做 那之後 像我們設定三規則 那當然農民他們也覺得 還蠻OK的 對他們也沒有任何數字 比較有風險是我自己 因為我是先 投入一些錢下去的 所以他們當然 有點熱死不疲這樣子 那當然 當時也有增加一些工作機會 就是說 像這個 阿姨他 他當年他其實 水米桃 就是 嗯 種的不好 那 成果也不好 所以可能一些氣候已經出這樣 所以他的產出還蠻少的 我當時我就找一個 橫棟成玉塔阿姨 就當我們的評管 那他評管 一個月 月薪又撇到四萬 反正會覺得 我們沒有要賺錢 那我現在就是一個月 給他四萬去當我的評管 那後來他們 當地的第一個大學生 有一個男生 他是他們當地 部落的第一個大學生 因為他會文書處理 我就找他來當 當我們的行政 那行政的話 那我每天只需要給他兩小時 只需要幫我做兩小時的文書處理工作 所以我實行就給他 150塊這樣子 那我的部分 就是做行銷的部分 那 大家也知道說 行銷管理們有四批 那 我 對啊 那product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盡量強調在地的特色 那 我們外觀 重量部分也會要求說 要達到一定的 可能 一定都要達到一定的重量 才可以放進來 不是隨便讓放 就每一盒這樣子 那停路也要達到 我們有特別買停路計 然後去讓停路打到12度這樣子 才可以賣出去 就保證我們的品質 那收入服務 只要有任何問題 我們一律 一律補送 一盒這樣子 就有任 他一盒即使一顆有問題 我們就整個 再寄給他 就不用錢的 所以我們設定這樣一個規則 那Price的話 就 團購免運費 看能不能增加多一點的銷售 那也同意定價 因為有些不同的出品 他們定的價不太一致 那我們就同意定價這樣出去 那Price的話 當時有設網站 跟Facebook 跟宅集店 網站的部分的話 是 主要是在談我們的願景 完全不會改變的 像我們願景跟我們特色跟原景 其實這些都不會改變的 就把我們 本質上的東西 放到網站上面 那比較流動性的一些 宣傳方式 就是放在Facebook 可能說 身上的小朋友怎樣怎樣 那 我們家 水面桃怎樣怎樣 那去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瀏覽量 那教練的部分 是跟宅集店談合作 然後去壓低說 我們家整群都是透過你宅集店出去的話 那可不可以運費便宜一點點 那Price的話 當然就是從臉書上面去分享 後來我發現說 我分享了很多身上小朋友的故事 其實 量 瀏覽量是有慢慢增加 那我後來發現 後來真正 瀏覽量整個大突破 整個暴增 後來甚至可能有記者看到的時候 反而是我在分享我的故事 我也覺得很奇特 然後那個小朋友那麼可愛 你們幹嘛都不幫我分享出去 後來 後來倒是我就講說 因為很多人有疑問說 你們是什麼單位 是不是跟農民抽了很多層 那我後來 一而再再三而解釋說 我只是一個山上的一個代科老師 要幫他們做這些 後來算了 我就統一解釋好了 我就自己在臉上PO說 我是誰 那我名字叫什麼 那我幾歲 那我拿到這邊發信了什麼 那我現在幫他們做了什麼 後來發現說 然後整個分享的那個 數量整個就 整個大增 那大增到就是 後來就是突然就 某一天早上吧 就有大概 七八通的記者 突然一直在找我說 找我採訪之類的 然後後來這也非常莫名希望 我還是睡眼心中 然後他說 你現在在哪裡 我說我在家裡 我說你在前往拉拉扇的路上 我說我沒有看拉拉扇 我現在周末我正在中壢 然後那我從拉扇 那我從拉扇敢去找你 那時候我是借住我朋友家 然後我朋友他只是出門一下而已 他一回來就發現 欸 就會氣死了 所以為了我在討論 然後 我後來對不起我朋友 我只是去讓人家借助 後來我起碼就搞了一堆 他不認識人 在他家裡 對 那後來 那有些promotion的方式 可能就是下山射點 可能我就直接往路上說 欸我們在哪邊會買攤 然後我把一些原住跟小朋友帶他去 然後去買 那他可以節省運費 那那時候下山射點 可能一賣可能 一小時就賣兩三百盒之類 一下子就賣光了 那後來就是 透過BBS或科技業 科技業他有一些 的環購的方式 那再來的話是媒體曝光 那後來就是 媒體曝光之後 有蠻多人 就突然打電話給我說要來幫忙 說他可以下山射點說 然後他們可以來幫忙職工 那又有人說 我可以幫你把網站 整個免費 幫你整個重新整治好 弄更好的網站這樣出來 那也有可能媒體要約說 我可以拍一些紀錄新的影片 這樣子 後來發現說 後來會讓我想要一句話 因為我當時 也不是大家常常講說 如果真心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全世界都會來幫你 結果當時說 好像真的耶 大家都很慕名其妙 就突然跑過來說 我可以幫你做什麼事情 當時就覺得 還蠻好的這樣子 那之後當然就 越營收有破百萬 那 那時候帶小朋友下來 然後就剛好 買報紙就看到 剛好就在報紙上面 就在買報紙 對啊 雖然他可能看 也沒有多動 這是小學一年級的小朋友 那後來當然就是 水畢桃賣賣賣賣 也算是工期有達到飽盒 那水畢桃 因為在山上賣的話 不能一直 賣很多就種越多 這樣會影響很波低的影響 所以當工期打到飽盒了 隔一年我就頂多把 我們之前所有的客戶端 客戶的聯絡方式 全部跟他們講說 你們之前的雖畢桃是 哪一家農戶做的 那我就把所有的聯絡方式給他們 讓他們每一年至少 原先的這些客戶 讓他們 這些農曆可以賣出去的雖畢桃 都有人可以去接收 所以那時候把客戶端交給農民 後來就結束 後來我就離開身上 那我自己也覺得說 現在大家是學生的嘛 然後我覺得說 蠻多是學生 我覺得說 其實像這裡 算是一個 可能有熱情分享交流的一個平台 其實可以多聽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會覺得 另外的話 就是尋求一些助理媒介說 其實你有很多機會 或是政府其實有很多 提供很多管道 你可以去做 其實這些都可以增加自己 一些新的實力 那我會覺得自己花三年五年的時間 來試探自己未來三四十年的路 我會覺得這些都很值得的投資 那這是前幾天看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有人看過吧 看過幾首 哇 很多人看過 因為前面很紅 所以同學人才 他們一直 可是我們大學生很老 對吧 我們大學生 就 責任比較重一點 所以 所以 大家就是要 下一院大學 就 不要說 不只是足足的好吃 就有很多生命可以去做 那我自己覺得說 其實生命一場 我會覺得說 我們有自由意識 其實就不要太尋規道局 或是 因為我們 對啊 我們還蠻自由的 那你有一事情 你要去想說 欸人家思考什麼事情 你要做什麼事情 這些都是你自己去 你想什麼 你當然就做什麼動作 你今天想 然後開心 你就開心 所以 這意思是很自由的 那我覺得說 不要去 有太多包袱 那趁現在的時候 就好好的去 觸及各種可能性 我覺得這是還蠻重要的 對吧 因為世界 非常多元 非常大 那 你去嘗試各種機會 你去嘗試 才知道說 那個長什麼樣子 那 我覺得還蠻重要 就是 多元世界 你可以跟 有多一點互動 對 你自己的人生 應該會更漂亮一點點 謝謝大家